由黄丹妮和古天乐主演 梁乐文执道的电影 上映近两星期 已经冲破四千万票房 几位这日现身为活动揭幕 都很开心新作有这么好的成绩 很开心 但我觉得最重要是 大家拍这部的时候 都付出了很多 听到很多身边的朋友看完之后 都很多回忆 我刚才听他们说 很多零零后都有去看 我没试过身边有这么多朋友 说看这部是真的 而且真的很感恩 很感谢大家这么支持 愿意入场去买这张票 很多看了跟我说 他们都真的很感动 每个都用了很多张纸巾 你之后会不会骗过功 我觉得最重要是 我们的集合拍一部好的电影 其实观众看得开心 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奖赏 黄丹妮凭第一部电影 就荣升四千万女主角 她大感鼓舞之余 也希望在电影圈有更多发展 故事还说听闻黄丹妮已经有很多片药 同时又再次大赞这位影坛初歌的表现 首先她是一个新人 但已经超出了我们想象以外那么好 而且也不用说了 这部电影也引证了她是一个很成功的演员 可以介绍这样吗 一定有机会的 还有很少演员 因为她说她很想拍喜剧 是 自占 我希望有机会试下和她合作拍喜剧 因为喜剧是很难演的 故事认为现在的气氛适合多制作喜剧 不过很多时在度剧本阶段已经会中途停顿 还有不够一个月就是圣诞节 故事和黄丹妮在街节都有工作 黄丹妮就希望可以抽时间和家人吃圣诞大餐 感谢观看